兩名支持高宏安上訴 去爭取自己的青白 最後法官說十一萬 所以我認為他是沒有什麼貪污的意圖 制度也不是他發明的 現在高宏安一審被判貪污之罪條例七年 那會不會覺得說這判有點太重不符的比例原則 因為過去有相同類似的判例 但都沒有判這麼重 當然第一名支持高宏安上訴 去爭取自己的青白 因為台南民眾黨當時是一個新興政黨 也沒有在立法院沒有經驗 所以事實上他的什麼公基金的制度 也不是他發明的 是他的助理 之前是前立委李俊毅的助理 所以把那個制度帶進來 所以他是照那個制度去執行 所以我相信他本人是沒有說 要去搞什麼貪污的意圖 平等就好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同樣的法律適用 這樣就好了 柯建民剛才就發文 他就說尊重司法判決找回新竹榮光 你覺得他在建立新興嗎 唉我跟你講柯建民喔 算了不要講了 我跟他以前也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喔 他 他經得起查嘛 這位子 糟糕 壁 我們 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